各位這次的影片真的病了都要拍 YO 海波子 遺棄動物這些事很遺憾地 經常都會發生 早幾天竟然有無良主人 直接把狗狗拋棄在北角的垃圾桶 看照片和影片都看到狗狗的樣子很慘 而且非常之害怕 還一直在悲鳴 真的聽到心都痛了 為什麼一個主人可以這麼過煩殘忍呢 不要狗就當狗是垃圾 直接丟到垃圾桶 有沒有想過垃圾桶裡面有不同種類的垃圾 是會危害到狗狗的生命的 一般人如果不懷疑垃圾利器的時候會弄傷它 如果有對狗狗有害或者有毒的物質 更加會令牠們中毒 何況狗狗是生命來不是垃圾啊 警方和愛協初步估計 狗狗在垃圾桶裡面已經被困了五六小時 正常人被困在垃圾桶幾個小時都頂不住 還要狗狗的臭角被人類敏銳很多很多倍 站在狗狗的角度主人是牠的全部 活到七歲大的時候突然被主人拋棄 混在街邊的垃圾桶裡面什麼都做不到 只能夠慘叫 只是想像都覺得心酸 加上這隻狗狗沒有晶片 想找回主人就更加困難 在遺棄動物方面 如果沒有合理解釋而遺棄動物 最高罰款是一萬元和監禁六個月 這樣的條例真的足夠阻止人遺棄動物嗎 大家都聽過不少所謂的棄養理由 移民棄養 準備結婚生仔棄養 家人不喜歡所以棄養 甚至風水不夾都要棄養 這些棄養理由真的合理嗎 這個合理解釋的定義這麼含糊 會不會被人當是棄養的藉口呢 想減少人棄養除了刑罰阻嚇性 最基本就是要教育大眾 養寵物前要三思 養寵物是要照顧他們一生一世的 要尊重生命 除此之外近年虐待動物個案方面 都有上升趨勢 雖然現今防止殘酷虐待動物條例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罰款20萬港幣和監禁三年 但現實的是 二零二三年香港收到三百三十六宗 懷疑舉報個案中 只有十六宗是成功檢控的 分別都只是被判罰五千六千元 判囚十日至一年 由此可見香港對虐待和遺棄動物的刑罰 真是阻嚇性不夠的 其實不單是養的動物 野生動物一樣有被虐待的問題 好像有一宗西環女子捕捉了幾隻八甲 弄斷他們的隊形 最終只是被判罰款一千元 連監都不用坐就可以沒事了 可見虐待動物條例真的很不合理 我認為要防止再有悲劇發生的話 應該要盡快修改法例 加重刑罰 以及教育大眾愛護動物的意識 動物是不會說話 但他們都有感受 你不愛護就不要養 養得就照顧他們到最後 不要中途拋棄 就算不喜歡動物也不要傷害他們 除了狗狗、貓、雀鳥、兔子、野豬、牛牛 甚至是倉鼠 都不應該被虐待 或者成為人類的發洩工具 最後希望可以查到閉路電視 找出丟狗狗入垃圾桶的犯人 以及希望狗狗可以及早找到一個真心愛護的主人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